再来看到第二条新闻 去年11月份海口的邱女士花了2万块钱 从中介的手中租了一套房子 可是没过多久 中介却卷款跑路了 房东李先生在没有收到中介转款 也联系不上对方的前提下 便自行找上门要收回房子 前些天甚至还直接上演了拆门卸窗的一幕 在这个事件中 租户和房东都是受害者 对于房东拆门卸窗赶租户的行为 海口住建局曾下发通知要求 对已与房屋租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尚处于租赁期限内 且以足额支付租金及水电器费的租户 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通过 停水停电停气撬门换锁等方式驱赶租客 如果有过激驱赶租户的行为 要则令其立即改正并做出相应处理 同事受害者因此也劝劝房东停停火器 稍安勿躁和平解决 当然了此类事件的发生 也给市场监管方和租赁方敲响了警钟 惩治延打中介跑路行为 管理部门还需要长时间练剑 谨慎选择正规房层公司 租赁者应擦亮眼睛 着这种 mijcan ingen气绽开市场 明显看 说明明 有本事 有一 already 车 的人 突然